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代表羅曼哈斯亞太野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來這邊做就是銀獎的那個案例分享 那我的名字是鄭志宏 那我在公司的職務是電力工程師 那我也是能管員 首先要介紹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其實它的前身就是 羅曼哈斯亞太野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它是在2006年開始就是在竹南那邊蓋廠 那我們在2009年的時候就是被陶氏化學 當時是美國第一大的化學公司做併購 然後在2017年的時候陶氏化學跟杜邦 又就是兩大集團就是進行整併 那我們公司後來就是歸屬到就是杜邦集團底下 所以我們目前掛的公司名稱其實是那個 杜邦化學 那杜邦的核心價值就是安全衛生環境保護 還有對人的尊重以及高道德標準 那再來就是介紹我們竹南廠 就是一些歷史 首先我們竹南廠是在竹南科學園區 那這個是我們竹南廠的就是 這個中間就是我們的拉筆 然後我們也是就是第一批獲得就是 綠色工廠的廠家 那這是我們就是廠區的訓練教室還有餐廳 還有一些就是個景的那個照片 那剛才我說過我們就是工廠就是 從2005年開始建廠 那經歷了一期二期三期四期 那目前我們的總人工 員工的人數大概是500元左右 那講到我們的生產的產品 就是我們是做CMP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下面這個就是我們在 我們俗稱它模組蛋糕 那我們的產業就是 我們在這產業就是 在半導體的產業裡面就是 我們知道裸晶圓一開始的話 它其實是非常的不平的 那我們是就是生產就是研磨墊 就是在整個半導體的產業裡面去做 晶圓的一個拋光還有磨瓶的一個其中一個製程 那我們公司在全球的定位它其實是全球最大的就是CMP的製造商 那我們工廠的就是員工其實 其實是一個嘛就是六個標準差 就是我們每一個員工 我們常常對我們的要求 就是我們的DNA 所以我們在公司裡面有 工程師就要求每一個人都一定要通過 就是至少是綠代以上的認證 那我們目前就是大概有92%以上的控制 那線上的就是技術人員也被要求 就是一定要通過黃代以上的 那在我們工廠現在目前大概 技術員大概有99%以上 就是有通過就是黃代以上的那個認證 那這個是我們列舉我們近五年來就是我們工廠過的獎項 那我們就是有些我們挑 這時候一些重點我們會出來做講解 首先我們有獲得就是台積電的最佳供應商獎 那再來我們連續四年從2016年到2019年 就獲得Samsung三星也是最佳客戶獎 供應商獎 那這個的話就是 就是我們的就是公司的我們總廠長 他在2015年的時候就是代表整個陶氏化學 當初陶氏化學全球有大概200多個廠 然後他推舉就是我們竹籃廠的廠長代表陶氏化學 去參加這個全球百大製造業營修獎 那後來我們的總廠長也獲得這個殊榮 那這個也是整個亞洲第一個獲得這個獎項的一個廠長 再來是我們2016年有得到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 那我們2017年有得到天下雜誌的CSR的那個企業公民獎 然後2017年就是有得到國家永續發展獎 然後再來2019年有得到國家企業環保獎 然後去年就是很榮幸的獲得就是經濟部 就是翻發的那個健能標竿 那我們同年度我們其實也有得到國家品質獎 那以及我們也有得到綠色化學就是應用及創新獎 那在我們公司就是對那個社會責任的活動裡面 其實我們大概近十年來我們每年都有保護10滴 還有就是淨灘的活動 那我們今年度淨灘活動是在下個禮拜 就是在竹南的海灘 那我們也會針對偏鄉的國小就是有課後的一些輔導 希望閱讀的活動 另外我們公司也跟就是家福中心 我推一個就是小兒捐的一個活動 就是心願網 那就是鼓勵員工如果有零錢可以捐贈出來 那累計近十年 大概我們捐贈到家福中心的零錢 累計大概將近快一百多萬以上 那麼公司就是有很多的社團活動 那從第一張照片其實 不好意思 可以看得出來就是我們工廠的 這是我們公司很照顧員工的地方 這是我們工廠的那個體育場館 就是員工其實下班之後都可以在這邊打羽毛球 打籃球 然後我們公司裡面也有健身房 再來講解到就是關於這次的主題 也就是能源管理還有查核制度的部分 首先我們是新竹科學園區第一家獲得就是 綠建築的工廠 那我們在2015年也拿到ISO 五萬零一的證書 那我們在2009年就是我們的綠色 我們也取得綠建築的鑽石獎 那2019年我們有得到就是 就是我們新建廠房 有LEED的那個印記獎 那在我們公司的能源查核裡面 我們有成立一個就是電力安全 基因能源查核小組 那我們會就是有推派 各部門推派一個主要的窗口 那每兩個月會召開一次的能源小組會議 就是去查核目前的用電的狀況 再來是針對設備系統的回運的部分 那我們有一套系統是SAFE的系統 它會自動跑工單 就是會防止因為人員的疏失 而遺漏了設備的應該要做而沒有做的發養 這樣子 那因為它是系統出的 所以它不會出錯 不會遺漏 那如果人員有在系統出的供單裡面 會按時完成的話 這個報告也會到我們的總廠長那邊去 所以我們 對就是我們的設備的維護 也是非常的沾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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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那我們常務同仁就是每天 地形就是縱控室就是 我們透過SCADA去觀看我們設備的狀況 然後也去現場去查看 就是目前設備的運轉 是否就是很穩定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我們每週會有我這邊 就是會針對各個設備部門的同仁 就是我們會花大概30分鐘的時間 會召開一個小型的 一個能源管理分析的會議 那等一下我們有一個簡報 他會稍微說明一下這樣子 那今天大家會說明 大概會舉幾個案例出來做講解 首先第一個案例就是我們 就是針對辦公室的空調箱 去做檢測改善 在還沒改善之前 就是我們辦公區域 就是我們全年24小時 就是空調箱都是開著的 那後來我們評估過其實像夜間啊 或者是假日 在辦公室工作的人員其實不多 那我們也經過了評估跟一些溝通之後 我們決定在人員不多的情況之下 而且會影響到 辦公室空氣品質的情況之下 我們去就是做一個承控的控制 然後我們只有在就是禮拜一到禮拜五 人員最多的時間 我們空調箱會開啟 那其他時間透過程式它會自動關閉 我們方式也有裝氧氣偵測器 所以能確保同仁在這個工作環境 是很舒適的 那因為這個的措施 關段的措施其實是反應最快的 其實每年為我們大家省下10萬塊的台幣 再來是關於CDA連控的改善 那在做這個案子之前 它有一個先決條件是我們原本 有CDA有一個機組就是 它已經是比較老舊了 那我們決定把它汰換掉 後來我們換一個變頻的機組 那所以原本它是採單機啟動的 那因為變頻機組它會去追負採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是把它納入變成連控的模式 那透過這個連控模式之後 我們可以降低的就是我們CDA的壓力帶 就是由原本的8.8降到8.3 所以大概降了0.5公斤左右 那也因為這個措施去降低了這個 那另外我們也可以就是 就是降低我們機組的那個被機帶機的時間 那再來是因為我們CDA 就是它是水冷散熱的 所以也因為我們降低被機的模式 那也節省一些冰水量 所以這個案子大概為我們節省了 大概將近47萬左右的費用 在這個案子的話就是 我們在2017年的時候就是 因為我們工廠那時候已經超過了10年以上 所以廠房洞其實有些地方會漏水 那我們就是要做一些就是防水的工程 那當時桃樹化學有推出一款 就是可以防漏又可以隔熱的一些防水器 那所以我們就鋪設在我們的屋頂 那我們鋪設完之後 然後鋪設前我們有量測跟鋪設後 之後我們發現裡面有很明顯的溫差 大概差了二十幾度左右 那在這個期間我們同時間去調取就是 我們該年度跟前一個年度的冰水主機的就是耗能去比 我們就節省了大概四萬多度電這樣子 那因為當初我們這個案子 我們是不是把它考量在防水工程 所以我們沒有列到就是這次的評界裡面 那我們可以從下面那個照片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這是我們有鋪設的 這個廠房洞頂樓 它是純白色的 那另外一個是我們研發洞 這是沒有鋪設的 那還可以補充一下就是 今年有一個新聞媒體報導 就是在美國的化學期刊裡面 有講到就是浦都大學的一個華裔的教授 他們研發了一個就是 超白漆就對了 然後號稱這個超白漆是可以排除掉 就是8%以上的太陽 反射到太陽的輻射熱 那其實我們工廠早在2017年 30年前就開始執行了這個 那再來講到一個就是我們 有關能管系統的建制 那現在很多公司其實都有建制能管系統 對啊 那能管系統大部分都會架置在中控室 那人員如果要去看設備的運轉狀況 其實都要去中控室 那會造成人員使用的 其實有時候會有一些惰性 那我們這套系統其實是 當初是跟私事館那邊一起合作的 那它可以給特定的人員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我們個人的手機去做加密 我們可以在遠端透過手機 我們就可以看到我們產業的用電的狀況 然後我們也可以在個人的筆電影就是可以看到 那透過我們這個系統 我們會即時去監控類似的七月容量 自我超越 那我們會進行調控 然後去觀察設備的運轉的狀況 然後再去看是不是 設備之間是不是最佳化的運轉 那我這邊會舉就是三個例子 就是我們今年度有發現的 就是改善點 那這個都已經有改善了 首先第一個就是CDA的改善 因為我們目前有三個幾組 就是有兩個幾組 有機載幾組 然後一個是便頻幾組 那機載幾組 有一組機載幾組是長時間一直運轉的 那便頻幾組是取缺負載 那我們其中一台的機載幾組 它其實壓力設定 就是略高一點點 那造成就是它 它比較快速啟動 然後它一啟動之後便頻 去發現它啟動之後馬上降載 然後它一降載之後 就是便頻又在啟動 變成兩個一直在嘴採 後來我們就 從這個曲線 就是左邊的曲線 有去發現之後 然後我們就是把我們機組 那個機載的機組去做調降它的壓力 啟動壓力的措施 然後後來就是它 後來運轉的曲線就是很平穩 不會造成那一種不當的那種啟動 那再來第二個案子的話 就是我們空調系統 就是我們的空調主要設備 我們其實類似HU 我們都會去做很細部的一些偵測 不只是偵測它的風扇的耗電 加熱器加熱器的耗電 那通過這個圖表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的那個加熱器 它其實當初的PID沒有控制 沒有控制得很好 所以它就是加載到全載 然後再慢慢的停載這樣子 後來我們去PID去做調檢之後 它也是變得很平素 那最後一個分享的案例就是 跟製程設備有關的 就是這也是 我們做這個分析之後才發現 就是我們原本認為我們後段的機台的主設備 其實應該是最耗電的 那後來我們通過這個系統去做分析之後發現 我們這個主設備它的一些附屬設備 就是集成設備 反而總耗電量是比主設備還耗能的 而且它發生的原因就是 因為原本 車產線的同仁一直覺得那個集成設備 它應該不會很耗能 所以他們為了工作的方便性 他們就是會常識開啟 因為開關也坐比較遠 所以他們為了他們生台的流程比較順 所以他們就會 有比較長的休息時間他們才去管閉這個 那反而是因為這樣造成很耗能 那後來我們這個分析出來之後 我們設備的機台的同仁去做一些改善 就是說 把 這個 產線它的工作的 一個習慣 它可能去做這個 吸塵的動作結束之後 它會把 它的吸塵設備 放的位置 它去做一個偵測器 然後只要它放那個之後 吸塵設備就會自動停機 那經過這個措施 其實我們也 當年度我們大概 目前應該還在觀察中 大概至少可以節省大概四五十萬以上的台幣 那最後就是講解它 我們就是 總管我們這三年來 大概執行了二十三件的案子 就是包含 大小包含空調設備 照明設備 空壓設備 還有 測染機台部分 還有共用設施 那我們一共節省了 兩百五十萬度電 那 大概結定率是大概 4.16%左右 那這個就是我今天的簡報 謝謝大家